這個也是千呼萬喚使出來的 就是王定宇嘛 那田言蜜語同居們 現在是花掉休止符了嗎 因為男女主角昨天都雙雙打破沉默了嘛 對這個女主角是發吻啦 但是但是人還沒出來 但是昨天王定宇 我就看到在立法院那個追趕跑跳碰 也是蠻精彩的 就是他感覺是準備好了 就是氣定身弦的 還跟女記者講說 哎呦你們這麼早來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好這個這個話裡面 這個對女記者 不知道有沒有比較輕挑的味道 然後呢當然也有記者說 你這個禮拜還沒有跟聯絡方聯絡 沒有耶 那為什麼不突然聯絡呢 你最近有沒有跟你媽媽聯絡 這個問A答B的大師 他又開始來一次了 就是就會覺得 他是已經準備好 反正然後還ㄉㄧㄤ說 哎呀租了四五個月 我也不想租了啦 8000房租只有一個儲位很貴 行貴 行8000塊很貴 對這樣就 現在開始人家叫他王8000嘛 王8000啦 就是我怕我突然照了口夜 你被告 被動式的照口夜 王8000 就是說其實他是準備好 反正你講什麼我不怕 我就是堅定這個說辞 然后我老婆知情 然后反正我老婆会负责去帮我退租 我也没跟他跟颜若芳联络 可是女主角不是这样说啊 不是而且凯翔 他嫌8000块太贵 我真的觉得真的很莫名 立委一个月19万 对不对 19万 什么19万 王定宇是有在在乎这种小钱的人吗 拜托 他固定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 大家找不到王定宇 所以大家都去算王定宇 平常到底有哪些行程 就一列出来不得了 通道费应该也不少 对啊他每他礼拜一三五 然后固定要去三立上94要克宿 敬平可以讲吗 94要克宿 还要新台湾加油 还有政治道了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 就是就是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最基本的 3000块就是一万五 去一天三立可以在盐火房那边租 贴一千块可以租两个月 然后他每个 两个月可以打折 所以大概一万五可以过 每个一二三就是就是三立这样通告 还不加他年代通告 还不加他一电视 突发奇想大家不要忘了 他在评论福元爱就是在年代 你是不是定语粉啊 你是在疯狂追踪他 没有是上礼拜大家为了找王定语 说他到底会出现在哪里 所以很多记者就罗列说 他固定的通告 就是固定的 还不加临时要被讲去放话了 要被讲去泄漏国防机密的 那样子的临时通告 就这样子 满满满 就给你算最基本 可能拿个3000块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的数字 他一个礼拜就可以在言诺方那边租半年好不好 还嫌贵 笑死人 19万这种小钱 你不要拿出来 让王定语委员就觉得笑掉大牙好不好 好啦 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所以 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没有啦 我是说昨天他出来啦 他感觉定调 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讲 我就是租屋 然后租屋我老婆之前 我现在不租了 我就不租了 然后一切OK 可是晚一点出来看到言诺方的说法 却是房东开始自己在检讨说 这8000块是不是太贵了吗 我觉得王定语昨天早上的说辞 真的是你知道中国台湾政治史 跟你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男性政治人物的一个里程碑啊 大家还记得吗 我当年跑过两场这样子的记者会 然后呢 应该算一场 另外一个没有正式出来 吴玉生当时的记者会 吴玉生当时开房间啊 然后呢 是吴玉生出来道歉说 对 然后出来道歉 然后呢 现在王定语出来 王定语开房间 是严若芳要道歉啊 这台湾真的变了耶 你真的不得不说 台湾真的奔转了耶 道歉的是严若芳 他说他深感抱歉 对啊 我不知道他抱歉什么 租房子 你不是 从头到尾你都定掉 是房租租赁的关系吗 那请问一下到底道歉什么 道歉打坏行情吗 王定语的起手是付出 跟廖小军进行视讯连线 是说韩国瑜 你说凤梨卖不出去 会让很多的消费者 有预期心理 你会打坏的凤梨的行情 胡说八道 人家大同区 我们徐甫也是住在大同区的 这样的好市民 他家附近租到八千块的房子吗 还付这个接送跟早餐 他住到这样的房子吗 王定语花八千块 在那边租房子 才是打坏大同区的租房 租房行情啊 这样子他徐甫 跟他太太陈迟然这个房子 将来都不能随便分租啊 人家会指他的鼻子讲说 为什么不是八千块 而且还要付早餐 对这样子 这样子太过分了 你这才叫打坏行情啊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是严若芳道歉 不是你道歉 那吴玉生昨天晚上看 这是 吴玉生昨天晚上 真的可能坐在家里面 看电视 眼泪都流出来了 怎么时代变了 这样子我都已经不认识台湾 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 其实这件事情 还是要回归到工领域来讨论 就是今天 比如很多报道 像今天上报 我看到一个我好朋友 陈岳宇写一个新闻 他就讲说 勇言会今天 这次这样处理 王定宇这个案子 其实在民讲内部 其实已经起了轩然大波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硬的 然后呢 跑去 就是把这个新闻盖住 用这种方式处理 勇言会海派的 欺人决策小组 王定宇是召集人 严若芳也是小组成员之一 然后就因为你这个派系 为了要护着这两个人 你旗下的电视台 你可以完全只字不提 只字不报道 过去我们的长官 其实你们两个都认识 过去我们的长官 然后呢他在脸书上面 不公开的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这个 有感而发的文章 他说他像过去 叫他新闻学的老师 说声抱歉 然后他每个人 就他自己 每个人就是在 从事新闻工作 这一行的时候 都希望自己能够出 淤泥的不染 但是每每都会当现实 轰隆隆的压上来之后 才发现其实大家都是淤泥 这就是三立内部的人 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你这个派系无法无天了耶 你这个派系政商已经到 政治跟媒体已经到 结合到了一个 几乎就是一个 就是像是一团史莱姆一样 分不开啦 你民进党长期主张的 党政军退出媒体 当然本来就已经是笑话 这次又在做得更过分啦 就在做得更过分了 那现在以后 以后 你在对着民众 你毫不遮掩的 就是正媒结合 那在党内 在党内 然后呢 这报道里面还爆料说 其实在勇言会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还跑去找蔡英文说 可不可以协助 帮忙把这件事情 导向政治阴谋论 也许是派系内斗啊 什么的 让王定宇可以脱身 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 越来越多的事情摊出来 他已经扣掉了八卦 这有趣好笑的层面之后 他其实在公领域 在真正的这个台湾的政治环境 媒体环境 政党环境 或党内的党 民进党自己党内呢 都是一个不堪文文的丑闻 我觉得这件事情 才是他真正该严肃 被看待的地方 我今天特别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言诺方说 私领域的事情 然后导致资源浪费 然后让大家这个影响公务 向大家盗窃 然后王定宇说 八千好贵 这是玩笑话 我觉得这一切 感觉起来 大家之前都在呼叫范云 我觉得不是要呼叫范云 这要诉诸国际了 因为联合国人权公约 有一个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在立法院有一个跨党派 国际人权促进会 范云只是秘书长 你知道会长是谁 会长是谁 王定宇 王定宇 王定宇本人就是这个 立法院跨党派 国际人权促进会 所以你才看到 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一个视讯会议嘛 是是是 还有范云 所以这个会长 是不是要把这个立委王定宇 好好的来检讨 这个完全开玩笑 害人家工作都丢了耶 不会啊 他保障自己的人权保障很好 保障自己人权 你不先把自己的人权保障 你怎么去帮别人争取人权 他先活下来了 所以王定宇生活很好 就代表他是人权学会会长 当之无愧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严若芳为什么要自行处分 他自行什么处分 对 他要讲的是 如果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房东房客的关系 如果王定宇的老婆 从头到尾都知情 那你呈现一个什么鬼啊 检讨个什么鬼啊 还可以回去住啊 你要检讨什么东西 他回去住就好了 你就 王定宇就继续去住啊 是啊 你继续买早餐给他吃 去接送啊 对不对 你要自行什么处分 我不懂 对 有什么好处分的 那他会自行处分 就表示他做错事情嘛 嗯 那请问一下他做错什么事情 嗯 因为买早餐 因为买早餐 还是真的租金真的太贵了 不会啊 还是因为像刚凯翔说的 打坏行情 那边应该住一万五 就要住八千 对不起当地的房东 我真的要去寻假假 当地到底放钱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好自行处分啊 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到一个极致 我昨天就一直在讲 如果你们都认为自己问心无愧 那你就直接带大家进去开箱嘛 其实把房间打开 让大家进去看啊 看你们到底怎么住的啊 对不对 王定颖睡这儿啊 那严若芳睡这儿 你那个中性同学睡这儿啊 你看这边还有压狠啊 对啊 中性同学 对啊 就这样 你就事无不可对言言 就跟大家讲啊 那王定颖 你今天到底在闪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甚至说 那叫开玩笑话 你知不知道 听到你那个玩笑 他说玩笑话你们也信 是 那个玩笑话 房东是会滴血的 哎 我让帮你 给你住 给你吃 接送你 还含睡 对不对 对不对 哎 这样子你 你八千你还嫌贵 这样子 你说你是房东 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够了 真的觉得够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正应该检讨的叫王定颖 王定颖 如果 如果真像你讲 你老婆都知情 那请问一下 夫人呢 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出了什么意外 还是夫人也在 也在别人家住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找不到他 不然的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夫人从头到尾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出来讲呢 他每天 以前每天都发言 到现在脸书为什么都闭关 都不发言了 他 以他过去的个性 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立刻挺身而出 一过二闹三上吊 为你来伸冤的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到现在不讲话 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情 假设从头到尾都知道的话 你老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出约现在拿出来看看 你们不是有出约吗 你不要告诉你没有出约哦 你没有出约的话 你就自己先违法啊 我老实讲 你自己先违法 你出约拿出来看看啊 你们真的有出约吗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如果你们都觉得 事情都没什么 现在就算是怕外界误意好了 你自己去把你的 东西宽宽就走了嘛 为什么还要 让你老婆去跟 严若芳谈 要谈什么大头鬼 我不知道有什么 他们两个有什么好谈呢 是怎样 要上演金氏媳妇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连一句 我不晓得啊 他们两个要谈什么 啊就房东 你是房客啊 然后他是房东啊 房子是你租的啊 你跟他解约就好了嘛 看要赔多少钱赔给人家嘛 不就这样子吗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好谈的 所以王定宇 我说真的 今天连瓜吉哦 瓜吉都没办法把你护航 瓜吉 你知道他那边讲说 什么骂双标那些我都不接受 但是呢 我只有一句话 童奸早就出罪话 那其实不就认定你就中间 王浩宇也是啊 有人去王浩宇的脸书呛他说 王定宇的事情怎么不说 那时候那个什么民众党有一个什么 什么北农的一个 一个什么 然后呢 就两个都未婚 然后两个人翘班去约会 翘班当然不应该 当然不应该 当然不应该 王定宇 王浩宇每一小时发一篇文章 一直在干这件事情 然后就有人跑去问说 问浩宇说 那请问一下王定宇最后你要发言什么 然后王浩宇就直接帮他回答 我不评论个人 私人感情的事情 明明是房中跟房客 谁要你这样回答的啊 兄弟做假的 你这样子 都是浩宇定宇兄弟 对啊 都是浩宇赐营的 都是宇智营的 你在那边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为什么到现在 无可国牛联盟没有出来发言 对 因为这假设真的 你们平常都这么信任民进党 这么信任王委员的话 哎 连堂堂的立法委员 都只能花八千块跟人家分租一个亚房 这个情况还不严重啊 这不是蔡英文执政莫大的死路吗 连立法委员都要这样过活 那你叫一半人怎么办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蔡英文你的社会住宅呢 你的社会住宅为什么没推出来 让我们王定委员至少有地方可以租 啊 他必须要去跟你们同党的一个后辈 去分租一个八千块的房子 这个问题还不严重 所以我觉得立法院 要立刻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啊 你的立法委员如果都遭受到这样的待遇的话 那社会上一般的民众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王定委员真的 你可以不用再拗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那我也同意花旗讲了一句话 就是通鉴已经处罪话 所以呢 到底要怎么样 只有你老婆可以主张怎么样 只有跟你有关系的人可以主张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怎么样 可是我们要要求你要说明的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出约 你没有出约是违法的哦 那你到底 有申报实不实际 你到现在申报实不实际 都讲得一片模糊哦 而且根本是鬼扯的东西哦 其实我觉得那才是社会应该着重点 然后第三个我在质疑的是 我就直接在那边讲 严若芳买房子的1400万 到底是他跟他同学拿的 还是别人出的 你要跟我讲清楚哦 我就不相信他一个人拿出1400万来 而且就算有1400万人 也不会这样买房子 哎现在利率这么低 你会拿1400万去付头款 然后只剩600万的贷款 你有什么事吗 你的理财是这样理财的吗 所以这从头到尾 没有一件事情我信任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请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